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有酱香冰淇淋 酱香拿铁 今天老瑞给大家表演一个茅台干事书成牛排 茅台就老贵了兄弟们 你这时候是不是 我觉得点赞投币 让我回去写 做法很简单 咱们还是按照威士忌书成的做法 我的天我差点倒出来 好搞定 这块肉兄弟们 我高丽再找一个小伙伴跟我一块分享一下 好了兄弟姐妹们 我俗成有史以来成本最高的一块肉 马上就要揭开它的庐山真面目了 这个肉我闻起来 现在已经没有茅台的味道了 整块肉暗化的非常明显 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暗棕色了 稀冷这边非常硬 费力这里还能勉强按得下去 稍微软一点 整块肉干化的很彻底 包括脂肪这边都已经变成这种暗灰色了 这块肉在切之前 我是感觉既没有茅台的白酒香气 也没有熟成的味道 但是切开以后熟成的香气 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 但是白酒的香气非常的明显 一刀切下去以后 马上味道就散发出来了 最特别的是这块肉 现在横截面肉的颜色 干熟成一般是那种霉红色 或者你说枣红色那个颜色 它这有比较浅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花纹分布的原因 今天再做一个不一样的做法 我会把菲力切下来 做一个茅台熟成塔塔牛肉 然后呢 稀冷我们就正常的办法煎一下 冷热搭配 毕竟是块熟成的肉啊 注意安全考虑 所以我还是拿火枪呢 给它表面啊烧一下啊 保证咱们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一下 我们一起在准备放在家里 走 我们的转发一下 我们一起在准备放中 所有人的女生 我们一起在准备放下 第一个 Nej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以前有酱香冰激凌 酱香拿铁 今天有瑞的酱香熟成 牛排趁热 我先尝一尝 菲利开始 因为菲利的牛肉味道稍微淡一些 这个茅台的味道跟熟成牛肉的味道配在一起 还挺奇特的 不能说好吃 也不难吃 我现在吃这个肉带着点微微的苦味 应该就是酒精燃烧掉了之后 这个酒的酒体的味道 稍微有一点点苦味 熟成的味道还是比较重的 但是比上一次的芥末熟成的味道要淡一些 尝会稀冷 稀冷这边吧 差不多 牛肉的味道肯定稍微比菲利浓一点 也是我就这么说吧 我如果不跟你说这块牛肉是用茅台熟成过的 那你是肯定尝不出来的 但是你肯定知道这里边加锅酒 这是一定能尝出来的 但是你说风味上有没有提升呢 我个人感觉几乎没有 现在茅台的这个感觉不是非常明显 你看我现在吃呢 我是觉得鼻子里有点反出来这个味道 是有点像酒的味道 但是实际上酒精已经全部都已经挥发掉了 酱香牛肉塔塔 咱先尝尝肉的味道 加上洋葱加上蒜 加上这一大堆调料 还有那酸黄瓜以后呢 这个塔塔呢是既没有熟成牛肉味道 而几乎也没有什么牛肉的香味 也没有茅台的味道 心在滴血啊同志们 我觉得这时候是不是可以 投出两个圆圆的东西 给我回一下血 大不了点个赞 我也认了 我也不知道 反正有可能是 是不是白酒不太适合去做熟成 威士忌的 因为我还没有吃过 我也没尝过 从来没吃过 那威士忌这个熟成 给这个肉能带来多少风味提成呢 说实话 我现在呢也深表怀疑了 因为我觉得 是不是这个酒精 噢 噴散这个肉上之后呢 这个有些微菌呢 就是有一 一生的这种微菌呢 可能就死的差不多了 所以跟这个肉能提升的风味 非常非常有限 这个酒体在挥发了之后 可能就没有什么残留的这个香味在里边了 不知道威士忌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自己会去再试一下 该吃还是得吃是吧 哈哈哈 该吃还是得吃 行的啊 那这期就这样嘛 这个还是老规矩 给你们留下的 我也留下了 咱们直播间 到时候找个欧皇送出去 你们拿到了 你们尝一尝 是不是我说的这个感觉 呃 没有菲力给你们 给你们留的是 哎 西朗菲力我都全部做了塔塔了啊 行吧 拜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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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